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典礼开始是由在地的世界师王吕师傅龙师团带来精彩演出 为活动祝福 剪彩仪式中邀请到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市议员蓝敏黄 吕美玲 许瑞慈 张浩瀚 跟营运团队立委国际开发郭淑珍董事长 立立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郭全庆董事长等贵宾 共同开幕剪彩 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要塞司令部终于可以开幕了 那我们这个立集集团很感谢立委公司把这个环境也都打造得非常的优美 不只有人文气息 重点感觉也有消费模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是前市府林前市长时代就规划完成的 那今天做好 很可惜他今天不能来 也拜托张浩瀚这个总召转达对于林前市长的感谢之意 也希望这个 未来能够大家继续努力 这边基隆的那个台营的经理跟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喔 礼拜到礼拜五喔 所有的那个人都到台北去上班 那礼拜六礼拜天他们也到台北去消费 那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观光客来 他平时都没人叫我们 叫我们堂来了 对啦 但是我看完我觉得 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我想要怎么做 我心里就已经有点 就有想法了 那后来我还是去标了 那我想标到这个地方 真的它都很有特色 有山洞 有山洞的特色 那古籍有古籍的特色 所以我想 真的希望让更多人来 来到这个地方 不然我常常跟朋友讲说 你如果有机会到基隆来 可以来这边坐坐 那我跟郭董事长报告你放心 我保证你这一大堆钱的 这个地方地灵人节 那在我们年前市长的努力之下 还有我们中申区四位议员共同的争取之下 我们好不容易啊 把这个古籍啊 这里本来是海巡署在用的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跟他换土地 然后把这个地方交由市政府管理 我们还花了将近两亿 把它整理起来 非常感谢我们董事长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骨子的活化 也把过去在其他场域的经验 带来我们这边 让我们中正区整个观光廊带 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司令部 能够用全新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我们未来的观光客的面前 那也祝福 也期许我们未来营运顺利 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 谢谢 那非常感谢我们郭董事长 努力的来活化这样的一个场域 那也希望说透过不管是艺术的展演 或者是餐饮文化的一个推广 能够把这个区域的一个观光发展 跟文化的一个故事 那希望给更多的一个民众知道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极力的来邀请我们周边的一个 邻里的一个伙伴 周边的居民 那有机会我们来到这个园区 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每天来 天天来 甚至是说有很多 不然是刚才郭董事长提到 吃在这里 看在这里 学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文化努力的一个传承 以及享用这个空间的一个过程 地方上都相当期待这个古迹活化的文化创意景点 带动中正区一带的观光发展 要在司令部的OT案 已经顺利由立即建设得标 那今天也正式要成立这个餐厅来开业 我想将来这个景点 会是基隆市最重要的观光景点 也是打卡的热门景点 那我希望说立即建设能够用心的经营 未来能够不定期的办这些艺术展览 那再加上咖啡美食 还有这个茶餐厅的文化 那民众来这里可以参观古迹 了解文化 同时可以用餐休闲服务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亮点 那也希望说立即建设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这个OT案 能够打开这个限力 来带动我们基隆市 这个招商引誓的发展 那非常的眼睛为之一亮 就是过去的邀赛司令部 现在居然能够这么的璀璨 转型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餐厅 而且真的很有创意 我刚刚去参观了整个的内楼 包括一楼跟二楼 每一个这个自放的东西啊 都让我觉得很棒 然后餐厅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可口 我特别请教有没有素食也有 所以呢素食探餐还有两样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我希望跟在地人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长长久久的 不要让我们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真的要祝福他们 久久长长的留在这里 而且我们一定会经常来捧场 文化局长江婷梅说 地方民众熟悉的古迹基隆要塞司令部 转化为文化创意景点 以司令大院子正式对外开放 空间规划上包含了展示餐饮 文创的文化园区 让古迹风华再现 而因应游客停车的需求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文化局和交通处研议 附近停车位能够改成在假日部分时段收费 并且将收入全部回馈给地方使用 今天这个要塞司令部开幕了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有责成文化局加强 周边的停车位 我希望这边的社区停车位 可以改成部分时间在假日的时候 是属于收费停车 但是我们会把收费停车的停车的收入 全部归给地方使用 这个部分我们会请文化局积极的来配合 司令大院子的光复楼区域 开放时段为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而要塞司令部展场区域的开放时段 为每天10点到晚上6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AED捐赠仪式上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 基隆福人社社长邱里怡 警察局长张树德 邀请福人社友和警察局同仁一同见证 有7个设备能够救到民众的性命 就像如果欧卡能够透过急救把人命救回来 这都是真正有功德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基隆社 捐了4台的AED设备 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发挥救人命的功能 为此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基隆福人社 做出这样的善举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卫福部今年5月收法公布 将警察机关各分局派出所 纳入紧急医疗网处所 需要驻地安装AED 基隆福人社有感于AED急救设备增设的需要 特别捐赠4套AED给警察局 每套价值7万多元 因为我们今年都给人70千年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服务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预算 就变来做到基隆市警察局 这是因为这可以替我们市民服务很多 所以我们就针对警察局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来配合一些 我们来建筑这个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一般俗称AED 许多人听到是电极器都会害怕 不会用也不敢使用 但其实操作起来 并没有想像中的困难 那他口诀就是早期我们以前学嘛 就是从叫叫ABC叫叫CAB 那现在的民众版简单的就叫叫CD 那他把什么拿掉 他其实把以前的A跟B拿掉 就是口对口人工呼吸拿掉 这个改了之后救到非常多的人 因为大家以前是恐惧 不敢用口对口人工呼吸 现在就是要CPR跟AD 所以政府宣导叫CPR加AD 就有机会快速把一个人救起来 金融辅人社抛砖引玉 率先捐赠这套AD设备 警察局除了表达感谢之外 承诺这四套设备 将装在外勤单位 让AD成为民众安全的守护天使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导 空地上出现好几十代的废弃物 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 查检人员翻看一看 里面全都是银件废弃物 有砖瓦 马桶 木材等 金融中正公园18罗瀚洞一旁空地 在这个月9号 招人弃制引荐废弃物 環保局接获报案前往调查 发现四周监视器都故障 随机通知警方 过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有一些马桶 碎瓦 等等的那个砖瓦废弃物 那我们就发现 寿山路那一段有三个路口 那三个路口它分别是属于信六所 还有我们的信义所跟东光所 三个派出所 那我们就当下就先请警察局协助 幫我们协调三个派出所 警察局协调三个派出所 花费数日时间调阅各路口监视器 果然发现一台蓝色小货车 设有仲嫌 通知事案人前来说明 那我们去调阅路口监视器 那经过调阅之后就有发现到 一辆可疑的货车 它在车斗上面已经有占满了 现场的那些废弃物 那也是顺着寿山路那边开上去 那就有发现它有气质的那个迹象 那后续我们就是 请警方那边把这个行为人 就是通知道案说明 由于市政明确 事案人才坦诚 利用中午没人时间 随机找地方丢弃废弃物 现在不只要吃上六万元罚金 还要背上行责 真的是得不偿失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导 由基隆市政府补助社团法人 基隆市康复知友协会 在暖暖区成立的暖心会所 正式接牌开幕 办理精神障碍者协作模式的服务据点 透过共同洗菜做菜 学习制作手工艺品 以及行政文书资料整理等方式 协助精神障碍者邁向复原 我们会所是今天所有的人进来 也我们先当个伙伴 我们先开个公司 那我们大家开个会 我们把我们这个月要做的 和餐做的事 大家都先归换 所以在会所里面 没有主从的关系 大家是个partner的关系 要谢谢你们 能够尽心尽力 来帮我们这些病友 来做一些服务 来帮他们 协助他们 怎么样再去重归到社区 大家互相帮忙可以让我们的 不管在会所里面 或者是会所外面的生活 都更精彩 然后我们的其他的市民或家人 需要相关的互相的帮忙 我们也都可以互相在这里 得到一些资源的支持 暖心会所也属于强化社会安全网 第二期计划 市议员们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是也希望主管单位 要跟外界说明更清楚 哪些精神障碍者可以来这里 我想在社区里面 特别是里长 我们里长 常常会碰到有一些需要的状况 那他们的会所要替我们服务什么 待会再跟大家说清楚 里长伙伴 可以多多应用这个资源 把社区需要的分门别类的 送到各个地方 然后让我们社会更能够 在我们社区里面 大家更能够感到舒适 因为刚才那个里长 其实有讲到 就是每个月其实这个 都会排定好工作的内容 大家一起讨论 一起分配 一起完成一个 我们讨论出来的目标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那未来我们说说 这个据点的业务 跟发言内容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那有需求的民众 就可以来这个地方 我过去长期有一段时间 就是所谓精神障碍者的家属 那那个生病的人 就是我的妈妈 住在国高中的时候 她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 忠度忧郁症 这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说未来身边有一些 你不同状态或处境的朋友 我相信在这边 这个暖心会所 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 我们可以陪伴一个个案 陪伴一个家庭 慢慢慢慢回归到社区 跟她的正常工作里面 暖心会所是全市第二间精神障碍者服务据点 市政府预定明年成立第三处的服务据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 银建署以及南农路当地育人 里长蓝正信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步行南农路即将进行第一阶段 整体改造工程的地点 由于南农路是基隆通往台北的重要道路 为了让整体路况对行人更友善 对大小车辆更安全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特地向中央争取到3094万多元 以及向市政府争取到589万多 总共将近3700万元 针对南农路393巷到南新街口这一段 全长400公尺 进行第一阶段整体改造工程 包括电感地下化 重新铺设人行道 以及路口改善设置庇护空间 和拆除天桥等等 预定明年二月可以正式动工 公期预估将近一年左右 那你看我们双侧 其实人行的空间非常的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是触目惊心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大力的积极的争取 那也获得上一届市府 林又昌政府的同意 那这届也谢谢我们新任的公务处长 也特别认可我们这个计划 那营建署有已经核定的第一阶段 我们大概会分三阶段 来分三年把南农路整体来做完 那我们第一阶段 就是以南农国小为核心 下来做一个双侧 包括这边 从南农国小下来到南农国小 那一侧到隧道前 第一阶段会把 我们南农路双向的人行空间 设计出来 那我们这样子会 让我们的这个 南农路的民众 有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 那我们同步也会争取台电的电感地下化 那天桥的差与否 我想就让市政府来做一个最后的评估 那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人本城市的人行空间做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做逐步的调整 感谢议长 极力争取南农路这一段 我们配合去改善 双边的人行道工程跟电线电缆地下化 才不至于说让行人有行的安全 南农路全长大约两公里 议长童子伟进一步表示 南农路整体改造工程将分为三年 第二阶段改造工程 则将从南农路393巷 经过基隆隧道到目前环保局清洁班队之间 第三阶段则是从南新街口到爱山路口 那未来第二个阶段 我们也会把隧道到那个 吴灵寮那边也把它那个空间做出来 那隧道我待会也会带处长去看 因为那个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就会从 往市区的方向走 因为往市区的方向 大家知道说那边有比较多的店家 到时候会经过很多 民政里长系统的沟通 那我想那就放在最后一年 那我们希望在我议长任内 可以把南农路整条路段的人行空间 全部做出来 不过建设前总是有一段工程 黑暗期议长同志伟和里长蓝正信都表示 会和当地住户 特别是和商店店家好好沟通 一起配合 让改造工程如期如值早日完成 整体环境改善后 对大家的生活以及做生意都会更好 那要拜托里长来多跟我们的居民里民沟通 但是它这个设计完成之后 会让不管是我们的居住生活环境 然后还有店家的营业环境都可以更好 因为前面会有一个非常舒适安全的一个人行空间 那未来我们也会等到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再跟交通处来讨论停车格的设计问题 那现在我们双向对接的这个斑马线 也会把它做得更安全 让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可以整体来说的 发展都可以更好 我想未来南农路也是一个非常 可以指日可待的一条道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这个 多包含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困难这样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赞清德 郑文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赞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又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赞郑文亭 11月11日 我们不见不散 主要非白公司 我家的依格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了吧 请趟喔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喔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因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脚吗 什么料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脚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啦 赶紧去缴税啦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喔 第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依指控 10月2号起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喔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程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喔 赖清德 郑文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亭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金融市议员赵浩瀚 以今年引发争议的超跑嘉年华活动为例 明年市政府还要编列更多经费举办 但是许多建设却喊说没钱停摆 这样有钱办活动没钱做建设 根本是自打嘴巴 活动委办费跟去年相较之下 新增的超过一亿元 而且这一亿元是散落在我们各个局处的一个里面 但是我想要询问的是 这么多的活动的一个委办费 真的能为基隆创造出更好的一个价值吗 我想过去 市长你也正在新闻媒体大肆的宣扬 其实基隆的财政状况 并非相当的一个好 包含许多的一个城市预算 包含捷运 包含之前提过的市政大楼 甚至是停车场 还有一些森林运动公园的相关的整整的预算 市府是没有足够的预算 来做相关的一个建设 然而 这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不禁非常的怀疑 难道我们基隆市是有钱办活动 但是没钱做建设吗 市员吴化家也质疑 市民引领期盼的道伦森林公园 因为市政府喊没钱而终止 现在需要编2300万元 在喊广场设置临时性的摩天轮 明年还要花钱买鸭子船 到底谢国梁市长知不知道 市民真正要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今年办的超跑嘉年华 我们还有要办那个双乘巴士的购买 采购案 结果呢 明年还要买鸭子船 明年还有好多活动要办 可是今年好多事情 在问的时候都说 我们的建设经费预算不足够 市长 你有自己看过这些预算吗 你有没有自己看过 有 那你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建设 是欠缺经费的吗 你一定清楚吗 为什么 因为你光是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你就告诉我 没有这样子的经费预算 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基隆 我们安乐区近年来最大的建设案 相似在你的施政计划里面 我身为一个安乐区的民意代表 我没有办法跟 市议员陈君佐哲批评 超保嘉年华活动结束后 路面胎痕却由市政府以公堂 帮厂商擦屁股没有道理 他还送给谢国良一双蓝牌多 期许市政团队不要像处理 营养午餐中毒事件一样拖拖拉拉 这半年来 我发现你 无心在这个市政 就像营养午餐事件 发生状况之后 才开直播 才要走入基层 整个市府团队在你的带领之下 拖拖拉拉 所以我要送谢市长一份礼物 就是这双蓝牌托 我希望谢市长 您能走入基层 了解民意 对此基隆市长谢贵然回应表示 规划办理活动 就是希望打造基隆成为北台观光城市 相关市政建设也不会因此中断 我们基隆要变成一个重要的 台湾尤其北台湾 大家一想到就是北北基陶 一千多万人 都会想要来的观光城市 那我想我们就是要来办活动 然后要找出有我们的特色 所以包括明年是青霸战争140周年 那我们想把这个 大家所您过去有关心的超保嘉年华 我们把它变成电动车产业的 一个相关活动 然后改到比较不塞车的西岸 然后再加上老哥经典 今年这个反应也不错 那港景儿童乐园 是我自己希望要做我们城市名片的 因为您看到 不管是釜山啊 横滨啊 台厂啊 美国啊 就是重要的港口海洋城市 都有一个 乐园的一个景象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欢乐 不过民进党团 还是要求谢国陵市长 应该把钱用在正确的地方 发挥最大效应 不要想到什么 就做什么 才不会让基隆再走回头路 记者张琴辰参访报导 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民众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以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 四个人会谈下 双方协商出蓝白河的共识 往前推进一大步 对此基隆市蓝营要角 基隆市长谢国良感到欣慰 市长会不会觉得 离下架民进党更接近 其实我很坦白跟大家说 请大家不要以为 柯柯或柯鸿 就一定能够下架民进党 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直接的感觉 只能说 蓝白河才有可能 在选举中有机会获胜 那过去以来 一直以来 所有的选举的败选 都是因为轻敌跟乌 就是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 每一步的一个细节 所以我只能很严肃的去看待 未来要走的每一天 但是总之大家愿意碰面 然后在马总统有高度的协调 跟提议之下 双方有一个共识 这个还是要给这几位 这个政治上的前辈跟领袖 一个肯定跟一个赞 但未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待克服 我并没有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反而是未来更多挑战的开始 我觉得大家要更谨慎更努力 那对于谁政谁负有没有什么期待 或者是由民调来决定 那当然我私心上当然是希望候科配 因为我们是国民党的 不过任何的结果我们也都愿意接受 因为既然他们四位都愿意协调出来这个结果 那所以只要是一个大家所协商有共识的一个机制 所协调出来的结果我想我们都会愿意接受 大家也要继续的努力 在未来的两个月中 大家尽一级的力量 我想我会尽好我基隆普选的工作 把基隆的工作把它做好 并期待各县市的同志也是如此 大家都做好自己的工作 把这场选战表现到最好 而基隆市绿营大咖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则是反奉表示 选择蓝白河不如选择赖清德 我觉得是这样子 感情是不可以免候的 你硬要两个理念 还有特别的认知的不同的政党合作在一起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柯文哲的选民很多是一块是年轻人 他们认同国民党吗 你强迫两个政治人物你们两个在一起牵手 那底下的人呢 有没有想过大家的感受 我想这样子 不如选择蓝白河不如选择赖清德 我们还是相信一个准备好的人 来作为国家领导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我想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的选民 请问你的立委要怎么选择 所以你在上面两个人攜手合作 是真正的合作吗 还是大家还是勾心斗角 最后最后 马英九前总统忽然间出现了 我想大家都可以不问 大家都可以不说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中国的介入 如果是这样子 在选择我们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大家信任吗 安全吗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认同 我们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脚步 都是做一对一的准备啦 那我想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必须要有理念 要有政策 要有愿景 如果你们都没有在说任何愿景的话 这只是实质的政治分赃 然后是台湾选举史上最大的首应 我想这对我们从小到大 公民教育的选嫌与能的道理都不相通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还是继续支持赖清德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